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九龙江 徐晓鑫 这个涉诈泄密的争议 烧了快一个月 其实道理很简单 政治人物就是要诚信 利益回避 做错事讲错话 承认就好 但是他却死不承认 那现在江几成也说 不能把一般的公务机密 当成国家机密 所以只有国家机密 才要保密 其他都不用吗 那为什么还要硬拗呢 而且北检已经要分 他自然将徐晓鑫列为被告了 这时候蓝银出现了 良心的声音了 认为这一题连拗都不能拗 建议徐晓鑫赶快认错 但是要密欢认错 怎么可能呢 反倒良心的声音 会不会因为政治压力而退缩呢 据说徐晓鑫传私讯施压 新科立委就这么嚣张吗 另外柯文哲最近也很呛 深陷四大遍案 可能被北检传唤 昨天他在监察院前 说要号召千人上街头 要发起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这个叫做五一九的草根行动 但隔天他要参加 赖总统的就职典礼 说主张政党和解 柯文哲你不错乱吗 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和呢 那蓝议员昨天去告 这个北市的果菜市场改建图例 柯文哲嗆你们这些议员 当年是白插 那现在突然搞清楚了 预算审查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但为什么一座市场 要追加预算近五十亿 总经费将近两百亿 有议员踢爆中华工程绑标 那民众党的前幕僚更爆料 柯文哲跟沈庆金见面多次 那柯文哲就回击 不能说见面就是弊案 但柯文哲看别人就是有问题 自己做的都不算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双标吗 那柯文哲有没有可能 在520之前被传唤调查呢 最近局势发展 在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再来就是国民党的良心 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前民主党中华委员张艺善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来是资议媒体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 这徐晓信争议连环报 拿外交机密公文出来爆料 就是泄密 但是徐晓信是密欢 一定是死不承认 那因为现在江启臣 就是还挺 他就说不能把 一般的公务机密 当作是国家机密 他不乐见行政立法冲突升高 那这件事情 有没有构成泄密 仍有待司法认定 江启臣是不是这个泄密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那现在台北第一人署已经分他自然 将徐晓信列为被告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 要请教瑞德哥 只有国家机密才要保密 其他的什么公务的机密 难道都不需要保密吗 我们国家的法律 分国家机密保护法 跟另外就是有关于 所谓的我们常讲泄密罪 对不对 泄漏国防以外之机密 也就是说不是国防 因为国防它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把它单独立法 但是泄漏国防以外机密罪的话 罪虽然比较轻 但是一样必须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这就是所谓的泄密罪 所以泄密罪 包括我们一般的相关的公文 上面只要盖个密 机密 只要有密这个字 事实上都是叫做密件 都不可以 那么徐晓信今天换了一个什么 告诉各位 我们身为媒体 那当然像美国水门案 可以扳倒尼克森总统 那么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上 你报道一件事情 但是它是不是机密 它是机密 可是问题是因为它是非常重大 对国家来讲 影响非常重大的秘密 可是像我个人的话 我曾经报导过 你知道我是跑社会新闻 我不是政治记者 但有一年 我们国家的内阁的名单 是我报导的 因为我有我的管道可以报导 我的管道就是 其中一位内阁成员 是我好朋友 所以偷偷来把我讲 他得意忘形 就把我这个名单 全部都讲出来了 可是照理来讲 我全部都知道 但是聪明的媒体人 一定像我的话 就故意在其中一个媒体名单里面 故意写错 为什么 全部都写对就是泄密了 写错你看 它不是百分之百都写对 这就是一个 新闻报道的一个媒体 如果有的人就会 见面信息全部都写出来 有些人像自己 连徐晓星一样 马上都弄出来 遮一点东西以后 全部东西就赶快把它弄出来 就对了 这个就是泄密罪 那个完全就不一样 直接拿公文出来 云晓星是一个立法院的菜鸟 他呢 就急着要出头 所以他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我们就举一个 这个台湾三四十年前最有名的 十大枪击药丸就好了 搞小孩 年轻人穿着黑白担 对吧 黑白拾黑白担 还绑架这个 黑帅大哥等等 很厉害 很唱歌 没多久 黑白两道集体 把他给他放进来 为什么 因为你不遵守所谓的社会规矩 那么台湾是有法律的 那徐晓星不认错 他认为他自己的这个密的行为 事实上 聪明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不要自身他会用另外一招 比如说他就故意去找来那家期刊 然后拿部分的内容 故意讲超过这个期刊报导内容的 一部分的事情 用这个方式来达到他爆料的结果 你为什么一定非得拿 他有可能会触法 而且他出卖国家利益的 借一个公文来做这种事情 江启成就不会 当然了 我问你 不要说江启成不会 我告诉你 现在自己申卷 潜艇泄密案的马文军也不会 你看马文军会直接拿起来说 这个也算 这个也不算机密 他会这样做吗 他也没这么做 他也没有这么做 对不对 他是先给了海军 然后再把他一个USB 寄去给南韩大使馆 他也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 犯了你这样做 等于自己自投罗网 很简单 我问大家 很多人是自以为聪明 朱学恒不是就是这样 自以为聪明吗 自以为 以为姓骚扰没事 已经过法律最初期 就没想到 强制委屈 现在碰了一年 两个月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认为 虽然现在我相信 在场的吕家凯 所谓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 还是我们那边土树蔡英的 他压力一定很大 但是我只是鼓励 不管你是哪一党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政治人物 你要问政要秉于专业跟良知 你知道吗 对着你力挺 我没有意见 对着你杀到底 我就没有意见 错的你绝对不能让 跟一堆人一样 然后就因为他是国民党的 错的我都要劈挺到底 那是错的 我问你嘛 如果连郑立文 连黄志贤 这些都绝对不是民进党这边的嘛 对不对 连他们都站出来质疑 他们站出来这样是不对的行为 为什么国民党还有里面有一些 不论是非的人 不明是非的人 还要这样硬挺呢 还有 他说 他说他以后还要继续这样爆料 你徐晓芯以后 好大力的继续爆料 对 我跟你讲 不管以后外交部 国防部哪个部门 台湾激进麻烦你盯紧一点 只要他拿出来就去告发 一罪一罚 让他去跑法院 很简单 我告诉你 民事庭还可以请律师代理 刑事庭被告一定要亲自出庭 你就让徐晓芯常常看 你自己付出的代价 捷克的这个卫生 卫生相关的这个部门 佛伊特先生 昨天都已经出来很难过的说 这是他最难过的时候 为什么 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因为乌克兰在很多 不愿意得罪老共 所以透过捷克 透过波兰 做了很多的事 乌克兰能够喝干净的水 是我们台湾帮的忙啊 乌克兰的基层医疗 是台湾帮的忙啊 但台湾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就没有办法 而且我们不是为了要 什么代表处政治利益 来做这些事情 没想到我们默默的在做好事 乌克兰的人 竟然是我们自己的国会预言 可恶自己 是 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这个泄密就是泄密 就不要硬拗 但现在呢 蓝营当然有些人 就是用比较迂回的方式 像江启臣 他就很聪明 他就说只要没有解密 就用秘密会议来处理 最保险方式就不管哪一种方式 但都必须秘密进行 而不对媒体公开 所以他就知道 美国在哪里 可是他又要 可能觉得不好意思 要挺一下 这个徐乔景 所以说不能把这一般公务机密 当作国家机密 他也不乐见什么行政立法冲突 升高对立 但是我们就说道理简单 吕家凯就点出来 他就说如果这个案子 大家都把它轻轻放下的话 那是不是每个明代公务员 拿到密件 为了自己的生存 就可以公开 该负责就要负责 直接就认错 不需要印 稍后我再请家凯回应 只说我们希望 这个国民党的良心 能够持续下去 吴珍你会不会觉得 这种国民党良心的声音 有办法持续下去吗 还是有可能到最后 可能会退缩 会斗缺断回去 这个我们要从徐晓芹 最近的状况来讲 徐晓芹现在等于是说 如果我们讲 一个格斗选手的话 其实他现在是 破绽越来越多 那个姿势也乱了 呼吸也乱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我们去讨论 徐晓芹已经讨论 快要一个月了 那之前讨论 他家的涉钱涉入诈漆 他家的早餐店 他的精品等等 但是这些事情 其实一开始讨论的时候 可能包含说 来营有同温层 他们对徐晓芹是 就是觉得还是挺的 还是信任的 但问题说 徐晓芹为了要把自己 从这些争议里面救出来 所以他不断的 一个球一个球 一直往下丢 他要一直抛出新的炸弹 来转移大家 对他是不是涉入炒房 是不是涉入都 跟这些问题的焦点 那这一次问题说 他真的是踩到红线了 因为他这次踩到的是 国家的利益 甚至包含外交的 机密的这部分 那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多 包含蓝营 特别是传统 这种比较保守的蓝营人士 觉得说 国家机密外交 这很重要的 看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他们也觉得说 好像真的是不太对 所以徐晓芹 现在坦白说是有点慌了 因为徐晓芹 包含把我们跟 这个原屋的整个方案 细节全部都暴露出来 那外交部出来 包含吴钊仙部长 很生气说 立委怎么可以 带头泄密之后 徐晓芹帮自己开脱 他说这些事情 捷克早就公布了 你看这什么 期刊上面都有写 说我们要挺捷克 这个多少 我们要挺原屋 1亿美金 但问题是说 徐晓芹 其实把很多过程中 泄露 我们外交单位 透过哪些中间人 包含这个捷克的 卫生科技学院 包含这个弗伊特 然后透过什么样方式 签了什么样MOU 这些细节 他全部都摊开来 所以如果我是 弗伊特说 非事实 然后这个斯坦也说 他懂捷克 他说那篇期刊文章 没有讲到任何细节 对 其实因为 重点就在这些细节 因为如果我是 中国的驻外单位 我根本勤收都不用勤收 一看中华民国立委 通通帮我把关键节点 都列出来了 自动奉上 所以我以后 如果要封杀在台湾 在国际上面 这些合纵联合 封杀台湾跟乌克兰管道 我就知道 马上这个弗伊特就知道 这个是台湾的协力者 这个是台湾同路人 我以后 如果我是中共的对外人员 我一定警定他 所以这就是事实上 我们的国家利益 在这样的泄密过程中 受到了危害 那甚至包含 你看这个弗伊特 他还要去把过去 他接受一些乌克兰 这边电视媒体访问 这个画面调出来 说这个物资 其实真的是有送 然后包含这边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国会 这个是捷克的 中间是挺屋 这样这边有写台湾 那其实当然 徐晓卿还是可以去 抛出他的质疑 徐晓卿也可以学说 才一个受访画面 不能证明什么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各位观众朋友 徐晓卿提出的一切疑问 说我们的金流 经过捷克进入乌克兰 会不会有被不当利用 会不会介入 甚至介入捷克内政 坦白说这样的质疑 我认为是有点恶毒 因为他等于是质疑你说 这个弗伊特 你收了这些钱 你会把它拿去乱用 会不会拿去 打通你自己的政商关系 会不会拿去 没有捐到乌克兰手上 他等于直接质疑 你个人的道德操守 但是我想立委要提出一个 对于国家预算使用质疑 我们都尊重了 立委毕竟有他的 但讲白了 如果真要爆料 是拿其他的资料 不是直接拿公文 公文怎么可能会有 逼案的资料在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选立法委员 这就是为什么 徐晓星你去参选立委 因为你在立法院里面 你大可以开亲密会议 把外交部叫来 好好问个清楚 他提出的这些连连看 全部都是质疑 你有没有乱用 他不是说我抓到了 你就是乱用 他说会不会你乱用呢 会不会这些钱 没有给到正确的地方呢 你要问问题 可以在立法院里面问 这不就是立委的身份的价值吗 那你不在立法院里面 按照立委的权力 召开机密会议 把外交部找来问清楚 直接一拿到密签 拿出来抓到了 乱连连看一通 坦白说 这是辜负选民给你的权力 那现在蓝营内部 这个家凯都说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 有办法撑下去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家凯现在受到很大压力 因为看起来是真的 有点撑不下去了 因为他刚刚讲 他这样的一个言行 坦白说真的是 很多蓝营的人士 也看不下去 就觉得说 没办法帮他辩护 所以许晓晴 现在最怕的就是说 之前绿营狂轰猛炸 没关系我挺住 可是万一有一天 如果连国民党自家人 都看不下去 那他真的会整个彻底翻掉 整个没有人支持他 所以当江启成 5月8号出来说 其实不论是 国家机密保护法的机密 或者是一般的密件 最安全 最没有争议的方法 就是在立法院里面 开机密会议 当江启成出来讲了 这个很持平的公道话以后 许晓晴一定慌了 一定透过管道去说 副院长不要这样 现在媒体都说 都说江启成搭练许晓晴 所以江启成 隔天赶快再骂一下政府 就说立法院 再说外交部不要升高对立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家凯 现在同样受到处境 因为徐晓晴现在最怕就是 国民党有人也来反他 会动摇他整个支持 所以这个前面 其实在其他友台节目上 就讲到说 有一个来宾 最近好像上政论的时候 被徐晓晴点到 说被问到徐晓晴问题的时候 没有积极帮他辩护 只有说 我长得很像徐晓晴吗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神秘人是 听说回家以后 就收到了徐晓晴的简讯 直接呛说 收到会对了 意思就是说 你不帮我讲话是不是 我不管你讲的对还不对 你敢现在不出来听我是不是 我们以后走着瞧 那这个人听说了 据说我们的永宏议员说 就是坐在我对面的家凯 那我不知道 等一下跟当事人求证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凸简出来说 徐晓晴现在脚步真的乱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制造问题的自己 他就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所以包含点出徐晓晴 言行荒谬之处的江启臣 还有吕家凯 现在都成为徐晓晴的眼督 对所以现在同党的 这个明代政治人物 如果没有相挺 没有挺心的话 那是不是就会 受到徐晓晴的施压呢 来 家凯 你压力现在会不会很大 其实没有压力啦 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 像我自己遇到问题啦 不认是否人对错 只要有人质疑我 或是要检讨我 我第一个都是自我反省 跟检讨自己 那当然知道 我说不认哪个政治人物不分 哪个政党 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甚至是民众党 其实我们上节目也好 或是对外的发言 基本上我相信每个人的做法 跟策略可能不太一样 但我相信都是为了 自己的政党好 因为我相信国民党 在这一次总统大选输了之后 我们要去思考说 怎么样的对外发言 可以去开拓票员 这才是我们最希望的目标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野的立场 可是要重返执政的决心嘛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 巧幸的压力 因为从4月13号 就一直讨论到现账 已经快一个月了 他压力一定很大 那我知道啦 先说那个所谓的 外交部提告这个案件 其实我在节目上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作证 因为我很多发言的机会嘛 那其实我自始至终都是说 我自始不认哪个立法委员 不认哪个政治人物 该监督的要去监督嘛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 但是在现行 我说在现行制度面 到底有没有遇到瓶颈 或是有瑕疵 这当然是外交部有提告 但是这中间 有没有夹带私人恩怨 这就有待探讨嘛 我觉得看起来是有 那你觉得有嘛 我觉得有嘛 因为他们之前有先在 咨询的时候 有一些口角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私人恩怨 这可以去解讨 那你再怎么样 不该把机密公文拿出来 对 因为在我说了 在现行制度面 它还是属于密件 不认它的层级 到底是有多高多低 但是它就是属于密件嘛 但当然这个现行制度面 未来在后续 值不值得去检讨跟改进 我觉得是值得检讨的 所以说不要拗嘛 对不对 这种连拗都不要拗 我觉得有时候 因为有时候 如果是人恩怨 因为现在其实你说 站在司法角度 他去提告嘛 对不对 或是分他自案 其实有些方式 是可以撤告 或是最后不起诉 基本上只要外交部 你们去沟通一下 说明他就会撤告嘛 对不对 我们有去告过 或是被告的都知道 你现在护议小军 要道歉 你觉得他有可能道歉吗 没有我尊重巧签 但我必须说啦 因为我今天上节目嘛 因为我知道 这几天收到很多 不管是关心也好 或是指责也好 我知道站在我们同党的 同志的角度上 可能造成一些伤害 那这个部分 可能我有一些劝 有人施压你吗 没有没有 没有施压 我觉得党内的 有些交流都是好 是有交流才会进步 才会改进 巧签是有私讯你是吧 私讯都是交流嘛 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识嘛 他到底表达什么啦 没有 他可能就 他可能就是说 针对一些东西 希望我们可以多帮忙 我相信他的压力很大 就是就是 他希望你多帮忙 对 你没有帮忙 他到底怎么讲 我觉得我是有帮忙 那可能有 他有时候收到会对嘛 没啦没啦 没这样说啦 没这样说 真的 就是大家互相帮忙啦 没关系你就讲出来啊 大家互相帮忙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就是互相帮忙 都有机会来帮忙 互相帮忙是OK啦 但有些你就说 没办法硬拗的啊 那你怎么帮 我觉得有些东西 当然巧心 他要自己去承担嘛 那我们能帮的 我之前节目上有说 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把对手拉出来 订勾机 我们尽量帮忙嘛 那有些东西 其实我们对 那有些东西 其实我们对事情的全貌 并不是那么了解 那只能就于 现行的法律层面 或是现行的一些道德层面 我们去做一些评论 但我比如说 我这些发言 我都是为了国民党好 因为我说了 党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中间选民来支持党 所以我觉得 每个政治论论 你的方式 跟言论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我的做法 我真的是为了 你为了国民党好 这样感觉有点退缩吗 你的发言 我的个性不会退缩 但是如果说 我有得罪到一些人 我愿意检讨自己 不用啦 你这些事情 又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你干嘛检讨自己 但是我说 如果有人对我意义 我们政治论论 都是可受公平 如果我的言论 有让些人不舒服 但我还是要去 重视他们的声音 舒服给予肯定的 我当然我就接受 但是还是有 不可能每个人都 但是有些不一样的发言 尤其党内的声音 我还是会去重视一下 并且我会知道说 你们可能误会的点在哪边 你们可能误解的点在哪边 还是需要澄清一下 是 好 这个家海 当然在这个时候 这个当下 当然是有些难为啦 毕竟可能 党内的压力会很大嘛 怎么没有停资家人呢 来 杰明哥 这个对于家海来讲 现在外界都说 他是国民党良心啊 但只怕这个良心的声音 有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件事 许小新是逃不掉的 你看他最近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恐吓 他的这个同党的这个议员 或者同党的这个同事 包括连江启臣都不放过 表示他心虚到一个极致 因为他也很清楚 经过他的这个思考 他确实 第一个他爆料不实在 第二件事情 人们会质疑 你以后的爆料 会不会是实在的问题 那你也知道 许小新他整个 在他政治生涯当中 他最强调的就是 他爆料 然后呢他抓别人 没有知道资讯 然后在媒体上攻击 那这个造成 他这个蓝营对他的支持度 但是如果一个破口 这个破口是 你的爆料根本不是真实的时候 其实让许小新会非常的恐慌 也就是说 他以后在爆料的时候 是不是连他周围的 这些国民党支持者 都对他质疑 造成他的支持者 也对他质疑 是他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只有 他之前有没有设立到 所谓诈欺 到现在买房子 是不是有这个抄贷的问题 这是他个人私得的问题 已经被严格的检视 在他公务体系里面 他的话再也没有人信任 才是他担心的地方 对 那我们就来谈这件事情 这是三个方向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说 我非常欣赏许小新 所得的这句话 我欣赏哦 许小新我欣赏你哦 有必纠结 要关就关 许小新人设破功吗 因为大家现在对你的印象 已经不是当时那个早餐 对的女孩 而是大家印象停留在说 许小新这个人珠光宝气嘛 好像这个没有十万的包 你背不上手 没有三五万的鞋子 穿不下去 那大家就会接下来问个问题嘛 所以其实也OK啦 你从早餐店女孩 转型成这个劳力士女孩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钱怎么来的吗